陈家洛和香香公主被群狼追逐,来到一个小树丛旁边,雷起了一道沙墙,在墙上放柴点火,烧成一个火圈,把狼挡在圈外。 陈家洛看着香香公主那么美丽,如果丧在群狼之口。 哦,想到这儿,不觉一阵心酸。 香香公主见到她这等爱怜横溢的目光,知道两个人活命的希望已经极为微小。 她走近身去,拉着她的手,和你在一起,我什么也不怕。 陈家洛一伸手,把她搂在怀里。 香香公主转过头来,忽然看见火圈当中有一处枯柴渐渐的烧尽,火光慢慢的低了下去。 她叫了一声,跳起身去加柴,可是三头恶狼已经穿了进来。 陈家洛一把,把她拉在身后,白马左腿一踢,已经把一头狼踢了出去。 陈家洛身子一偏,抓住一头巨狼的脖子,向另一头灰狼猛挥过去。 那狼跳开壁过,又再扑上。 另外两头狼又从缺口中冲了进来。 陈家洛用力一扔,把手里那个狼扔将过去。 三头狼滚坐一团,互相乱咬狂叫,出了火圈。 他拾起地下烧着的一条树枝,向大灰狼打去。 那狼张开大嘴,像一个人一样的站起来,咬他的咽喉。 他手一送,把一条烧红的树枝塞进狼口。 两尺来长的树枝,全部插了进去。 那狼痛彻心肺,只想狼群中穿去,滚倒在地。 陈家洛在缺口当中,夹了柴。 眼见枯枝,越烧越少,心想只得冒险去捡了。 好在树木就在身后,相距不过十几丈。 于是左手拿起钩剑盾,右手提了诸锁,对山上公主说, 我去捡柴,你把火烧得旺歇。 香香公主点头,你小心啊。 陈家洛见顿护身,诸锁开路,展开轻弓,向树虫跃去。 群狼见火圈中有人跃出,猛扑上来, 当心两头早被诸锁打倒。 他三个起落,已经奔进树旁。 这些灌木设为矮小,不能够攀上去臂狼。 当下,左手挥动勾剑盾,右手不住的攀折树枝。 几十头恶狼围在他的身边,做事要扑。 每一次冲进,都被盾上明晃晃的九只勾剑下队。 他踩了大批的柴,用脚踢拢,弯腰拿诸锁一捆。 就在这个时候,一头恶狼乘机扑上,他剑盾一挥,那狼顿时毙命。 但剑上有钩子呀,狼身就勾在剑上落不下来,提鱼的狼连声咆哮。 他连忙用力一扯,把狼尸扯下来扔出去。 群狼扑上去,抢夺咬吃。 他乘机提起那捆树枝,回进了火圈。 香香公主见他平安归来,高兴地扑着上来,纵身入怀。 陈家洛笑着拦住了他,把树枝往地下一扔,抬起头来,不由地大吃一惊。 原来火圈当中竟然另有一个人。 那个人身材魁梧,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恶狼撕得七零八落,手中提剑,全身是血,脸色却颇为镇静。 冷冷地看着他,正是死对头,活手判官张兆仲。 两个人相互瞪眼看着,都不说话。 香香公主说,他从狼群中逃出来,想是瞧见这里的火光奔了过来,你瞧他泪成这个样子。 于是从水囊里边倒了一碗水,逼了过去。 张兆仲接住,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下,身袖子在脸上一抹,擦去了汗血。 香香公主压的一声叫了出来,认出来他是在赵慧大营中曾经和陈家洛打斗的那个武官,后来在沙坑里又曾经和文太来等恶战过的。 陈家洛,剑顿党兄,诸索一挥,上吧! 张兆仲目光呆滞,突然仰后便倒。 原来啊,他救了荷尔大以后,出来追踪陈家洛和香香公主,中途也遇上了狼群。 荷尔大被狼群所吃,他仗着武功惊绝,连杀几十头恶狼,夺路逃命。 在大漠中奔驰了一天一夜,坐骑倒闭,只得步行奔跑。 无饮无食又熬了一天,远远看见火光,拼命地抢了进来。 他拳杖提着一口内力,在苦撑着,这么一松劲之后啊,再也支持不住,就晕了过去。 香香公主要过去救护,陈家洛一把拉住,这个人阴险万分,别上他的当。 过了半晨,见他毫无动静,这才走进查看。 香香公主拿了一些根凉水浇在他的额头上,又在他嘴里边灌了一些根羊奶。 张照仲慢慢地醒了过来,喝了半碗羊奶,接着又睡了过去。 陈家洛一想,嘿呀,鬼使神差啊,叫这个大奸贼送入我手。 这时要杀他,不费吹灰之力,但是成人之威,非大丈夫行径。 而且卡斯利心地人善,见我杀这无力抗拒之人,必定不高兴。 要是饶了他,等他养足了力气,自己可不是他的嫡手啊。 一时,拿不定主意。 转头一看,见香香公主看着张照仲,眼睛里露出了怜悯之意。 陈家洛一见到他这副眼神,当即决定再饶着奸贼一次。 心想,眼下三个人共处绝境,这丝武功卓绝,待他利息复原,却是杀狼的一个好帮手。 两个人合力,或许能够把香香公主救出去,但靠自己却万万不能。 于是,也喝了几口养奶,闭目养神。 过了一会儿,张照仲醒了过来,香香公主递了一块干羊肉给他,替他用布条绑好腿上挤出狼牙所咬的伤痕。 张照仲,见他两个人以德抱怨,不觉惭愧,垂头不语。 陈家洛说,张大哥,咱们现今同在危难之中,过去种种怨愁,只好暂时抛在一边,总要同舟共济才好啊。 张照仲,点点头,不错,咱俩现在一斗,三个人都成为恶狼腹内之物。 他休息了一个多时辰,精神,力气稍稍的有所恢复,他暗暗的盘算着脱困之法,心里想,万新啊,这两个人又撞在我手里,三个人都被群狼吃了,那没有话说。 如果能脱却危难,须当先发之人,杀了这陈公子,再把这美娃娃掳去,今后几十年的功名富贵,是拿稳的了。 陈家洛心想,如此僵持下去,如何了局啊? 见到火圈外,有许多狼粪,想起了霍青铜烧狼烟传信之法,于是用诸锁把狼粪拨进,锯成一堆点燃起来,一道浓烟笔直的升向天际。 张照仲直摇头,哎,就算有人瞧见,也不敢来救,除非有几千大军,才能把这许多恶狼赶开呀。 陈家洛也知道这个法子无济于事,但想,聊胜于无,不妨既指望于万一吧。 天色渐晚,三个人在火圈里加了树枝,轮流睡觉。 陈家洛对乡上公主低声的说,这个人很坏,我睡着的时候,你得加意留心去他。 乡上公主点头答应,陈家洛把树枝堆在他和张照仲之间,防他在自己睡着的时候,突然暗算。 乡上公主可无力抵御呀。 第二天黎明,三个人见狼群仍在火圈旁边打转,毫无走开之意。 陈家洛说,嗯,只盼有一对野骆驼经过,才能够把这些恶鬼引开呀。 突然,远处又有狼嚎向这边奔来,张照仲皱着眉,恶鬼越来越多了。 沉沙飞扬之中,忽见三级马向这边急奔而来,马后边跟着几百头狼。 等到马上的人瞧见这边的恶狼更多,就想从鞋刺里避开。 可这边的恶狼已经迎着上去,顿时把三级马围在中心,马上的三个人使开兵器,奋力抵挡。 香香公主叫着,快去接他们进来呀。 陈家洛对张照仲说,咱们救人去。 两个人手执兵器,向三级马冲去,两下里一加工,杀开一条血路,把三级马接引到火圈中来。 只见一体马上,另有一个人,双手反绑,趴在马鞍之上,身子软软的,不知是死是活,看打扮,是个回人姑娘。 那三个人跳下马来,一个人把那个回人姑娘抱下,香香公主忽然惊叫,姐姐,姐姐,奔过去,扑在那个女子身上。 陈家洛吃了一惊,香香公主已经把那个女子扶起,只见她,玉蓉惨淡,双目紧闭,正是翠羽黄山霍青铜。 原来,霍青铜带病追赶师傅施工,不久就遇到关东三摩,他无力抵抗,拔剑要想自尽,被顾金铜铜铜上夺举长剑,顿时擒住。 关东三摩擒得仇人,欢天喜地,当下一同回马,启程东归。 走了一天,被霍青铜故意误指途径,竟在大漠中迷失方向。 这一天,远远看见一道黑烟,只想,嗯,一定有人家,镜子奔来,哪知道啊,却是陈家洛烧起来求救的狼烟。 故今标见陈家洛纵上来要抢人,他的虎叉咔啦啦一抖,别走进来,你要干啥? 霍青铜全身虚弱,在狼群围攻之中已经晕了过去,这个时候慢慢地行转,陡然间见到陈家洛和妹子,心里一股说不出的滋味,不知道是伤心还是欢喜。 香香公主对陈家洛哭着说,你快叫他,放开姐姐。 陈家洛说,你放心。 他转头对顾金彪说,你们是什么人,为什么勤住我的朋友? 腾一雷抢上两步,挡在顾金彪的身前,冷冷打亮着对面三个人。 两位出手相救,在下这里先行谢过,请叫两位高姓大名。 陈家洛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呢,张照仲抢着说,他是红花会陈总多主,三伯吃了一惊。 腾一雷又问,请叫阁下的外。 张照仲说,在下姓张,草字,赵仲,腾一雷,呃了一声,哦,原来是活手判官,怪不得两位如此了得。 当下说了自己三个人的性命。 陈家洛暗暗地发愁啊,心里想,群狼之为尚且不知道如何解脱,接连于遇上这四个硬对头。 线下只有设法要他们先行放开霍金桐再说。 就说了,咱们的恩仇暂且不谈,眼前恶郎环似,各位有何脱险的良方啊? 这句话把三伯问得面面相去答不出来。 哈克台说,嗯,邀请陈当家的指教。 陈家洛暗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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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小兄立即放了我这朋友,大伙儿供仇退廊之策。 顾金彪说,我不放,你带怎样? 顾金彪啊,过不了这个色子观,他执迷不悟,他也知道张照仲的名气,决定单独向行貌文弱的陈家乐挑战。 他恶狠狠地说,你如果赢得我手中的虎叉,把这女子拿去变了,是英雄好汉,咱们两个人就单打独斗,一决胜败。 陈家乐实在是不愿意在这个时候,在狼群之中自相残杀。 他微微沉吟,还没有答话,张照仲已经抢着说,你放心,我谁也不帮就是。 这句话,好像是对陈家乐说,其实啊,是说给顾金彪听的,叫他不必一律,尽管挑战。 顾金彪高兴了,好,你要是不敢,那就别管旁人的闲事,否则的话,拳脚兵人兄弟都可以奉陪,我三个蒙帝都丧在红花会的手里,此仇岂可不报啊。 最后这句话,却是说给腾哈两个人听的,意思是说,我可是为了公愤,并不是出于私欲,你们可不能够袖手不理啊。 陈家乐向霍金彪姐妹一看,见霍金彪脸露怨憎,相向公主焦虑万壮。 他把心意横想着,这姐妹两个人都对我有情,我今天为他们死了,报答了他们的恩义,也免得我左右为难,伤了他们手足之情。 于是,凯然说道,这位姑娘是我的好朋友,我拼的性命不在,也要你放。 霍金彪眼圈一红,心想,她对我倒也不是全无情意。 古金彪说,我也拼的性命不在,绝不肯放。 张照仲笑了,哈哈哈哈,好吧,那么你们就拼个你死我活吧。 三摩听他的语气已经变出,他对陈家乐颇有幸灾乐祸之心。 陈家乐说,咱们二人拼斗,不论是你杀了我,还是我杀了你,对别人都没有好处。 这样吧,咱们两个人一起出去杀狼,谁杀的多,就算谁胜。 哈和台首先就赞成鼓掌叫好。 张高仲说,要是陈当家的得胜,顾尔哥就把这位姑娘交给他。 要是顾尔哥杀的狼多,陈当家的不得再有一言。 在下与三位今日虽是初会,但一向是很仰慕的。 至于陈当家的呢,我们过去颇有点过劲,但此刻也不谈了。 我双方谁也不帮,现今我有个主意,既可一决胜败,双方也不伤和气,各位瞧着,成不成啊。 腾一雷听他说,和陈家落有过劲儿,心里一喜,王说,哦,张大哥请说,活手判官,威震武林,主意一定是极高明的。 张昭仲微微一笑,不敢,咱们身处狼群包围之中,自相拼斗总是不妙。 陈当家的,你说是不是啊? 陈家落点了点头,比赛杀狼吧,这位顾尔哥又觉得太随便,不是好汉行径,我现一条计策,你们两位赤手空拳的一起走入狼群,谁胆小先逃了回来,谁就输了。 众人听了,都是心中一寒,暗想,此人好生阴毒啊,赤手空拳的走进狼群,谁还能活着性命回来啊? 张昭仲又说,要是哪一位不幸给狼害了,另一位再回进虎圈,也算生了。 陈家落双眉一扬,要是咱们两个人都死了,那怎么样呢? 哈克台说,我敬重你是条好汉子,着落在我的身上,释放这个姑娘就是了。 陈家落说,哈兄的话,我信了,这位姑娘,你们可也不能欺负他。 他一伸手向乡象公主一指。 哈克台说,皇天赞兽,我答应了陈当家的,如有一心,叫恶狼第一个吃我。 陈家落一抱拳,好,多谢了。 他在心中盘算已定,别说狼群包围,就算一条狼也没有,自己孤身遇上这四个强敌,也必是有死无生。 现下,舍了自己一条性命,如能个绞天之幸救出霍琴桶姐妹,那也是心愿已足了。 他向顾金标一摆手,顾朋友,走吧。 两个人正要走出火圈,腾一雷忽然叫道,慢着。 两个人停步转身。 陈当家的,你身上还有把短剑。 陈家落笑了,哈哈哈哈,对不起,我忘了,他解下短剑,走到霍琴桶的面前。 别伤心,你剑了这剑,就如剑到我一样,把剑就放在他的身上。 霍琴桶流下泪了,喉中耿住了,说不出话。 就在这时,一个念头在脑子里呼如电光般一闪,低声地说,你低下头来。 陈家落低头扶尔过去。 霍琴桶低声地说,用火折砸。 陈家落一愣,随即恍然大悟,转头对张赵仲说,张大哥,刚才我忘了解下短剑,请你公正人再瞧一瞧。 张赵仲在陈顾两人的外衣摸了一遍,说道,顾尔哥,请你把暗器也留下吧。 顾金标气愤愤地把十多柄小叉从怀里边摸出来,用力扔在地下,把辫子在头顶一盘。 他神情大变,眼中如要喷出血来,突然奔到霍琴桶的跟前,一把抱住正要低头去吻。 忽然后心被人抓住,逼得起来往地下一摔。 顾金标平日和蒙兄弟练舞,大家交手惯着的,知道这一下,除了哈河台再没有别人。 果然听着哈河台嗦道,老二,你要不要脸啊? 顾金标一摔之后,头脑稍觉清醒,大吼一声,抬脚向狼群中冲去。 陈家洛双脚一点,使开轻弓,已经抢在他之前,跳进了狼群。